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 好的 雨昕老师看这里 好 还得签个名 对 哈喽 那个是不是垃圾桶 那个蛋的垃圾桶 鸡蛋要砸吗 这个叫做流体化 还是你选很多不同的颜色倒进去 然后加一滴那个硅油 然后往上一倒 很像巧克力味 你在吹话 可以 有点水墨单轻的意思 有点毕加索的意思吧 是吧 你说咱们像不像在悠一点点 跟老师做了手工课 这我们就留下来了艺术品 早说我教的艺术点了 哈哈哈哈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哦 王道掉了 这天真把我笑疯了 你亲眼看到了吗 快被甩水里这个 不好意思啊对不起 没事很开心 我从来没有见过美人鱼 我见了 哈哈哈哈 但我没看那么清楚 就看到一个急弯 没有 我 我说带他回来 他说走标一下 我说我 哈哈哈哈 来吧我们来个游戏啊 这游戏有点难 啊 这个游戏是这样的 我们石头剪刀布 两个手一起 啊 石头别说我哥 来来来来 你会啊 咱们说左一拳右一拳 大家一起收一拳 一二三走 左一拳右一拳 大家一起收一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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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五五五五五五 左一拳右一拳 大家一起收一拳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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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局两胜 来吧 左一拳 右一拳 大家一起收一拳 哈哈哈哈 哇 哎那话都犯出来了啊 太棒了太棒了 我觉得这个作品就是 我这一次的一个经历吧 一开始就是单纯的我往前走过去 到后面 Giko跟Diggins他们向我招手 马斯就是他是大使团 他推着我们新生代 去往前进的一种感觉 这个作品我刚才看他们两个人 最后诗航加入他们 然后小龙回身跟他们摆摆 那个我特别有感触 其实诗航是一个非常厉害的 舞团的成员对吧 叫Killer Squad 我自己做主持的时候 做棋舞比赛 只要去到是他们队友去的 结果到最后爆出来冠军都是他们 对 而且他们是很年轻的团队 最开始六个人比小棋舞 到最近一段时间 带着自己交出来的学生 比大棋舞还是拿冠军 而且一直在保持比赛 一直在保持活力和创作 非常的棒 来到这个地方我也磨练到了很多 刚开始学跳舞的时候 就非常非常喜欢马斯的东西 我就会去看他很多的视频 从一个小镇跳舞 跳舞学家 然后到现在可以走到这个地方 可以跟马斯一起合作 我觉得真的是我非常大的一个荣幸 作为大师团 我们其实很宝贝这些选手 因为他们是希望嘛 大一说到希望就是燃 大一说到希望就是冲 但是我很想娓娓道来这件事情 记住他们自己是炙热的 他们是鲜活的 他们是在持续燃烧自己的 未必是旺火 但是那个火始终是在的 希望大家顶持着这个热忱 然后继续走下去 不管你现阶段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对 都值得可以走下去 谢谢大家 来 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心愿 陈士航 最骄傲的事情是 可以被Ziko选中成为伙伴 可以和Deakins Sniper等大神合作 最好的朋友 虽然只能选一个 但是他写了Sniper Ziko Deakins 马东杰 斯文 浩东 巴杜 Hiriko 阿萨托 排名部分先后 我不管 我有很多最好的朋友 好嘞 然后最大的心愿 是可以让大家看到我的团队 Killor Squad 一定会被看到的 一定会被看到的 谢谢 我们来看看 Ziko 最骄傲的事情 和斯文的合作 因为得到了很多 启发和灵感 谢谢灵感 Ziko 当我看到他的那个 训练带上写的是我的时候 就是我觉得他也挺感动的 他下来之后 他也跟我说 他我们俩写的是一样 我说嗯 我没有想到 他一样觉得我 那两个是他最骄傲的 那个我感觉 原来我当下的感觉 是跟他是一样的 那支舞 那支舞 这是唯一支舞 跳完之后 那个表情是 是 幸福感的 是满足的 最好的朋友 Deakins 然后最大心愿 是和Deakins Sniper Shadow 朱洁静老师 Karton Kyuka 他跟队长一起去上海迪士尼 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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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园 包园 好 包园 我们看一下 Deakins 最叫的是和 和Santa 赞多 对 赞多 朱约静一起合作作品 最遗憾的事情是去年没和Ziko一起来 最好的朋友是Ziko 最大的心愿是和 Ziko Sniper Shadow Karton Kyuka Tanaka 鱼雷 Kyoko Anisha 周逸祥 然后韩庚队长一起去长城 去长城 安排 庚哥 你这个流程早上得在北 晚上 就得在提示你 这就是 Magical Surprise 我到时候举个旋 然后 让我当导游就好了 没有一天长城 然后再加环球眼球 这是真包园啊 庚哥 安排 安排 好 那么还有我们没有参与到合作秀的几位选手 也请他们到台上来 The Machine Dodo Yuki Shadow Sniper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同学录 好 最遗憾的是Shadow从来没遇到过喜欢的音乐 Karton 音乐也不好听 好 最大的训愿希望 Dodo和Yuki能够顺利一辈子 来 下一位 Dodo 睡觉的事情我们总拿第一 最遗憾的事情 没有进总决赛 最好的朋友 Only Only OnlyYuki Yuki 最大的心愿 养好身体 一切心愿都有机会实现 那是 来 下一个 Only Dodo Only Dodo 最重要的事情挑战了不同舞种和不同角色 最遗憾的事情是 太内向导致没有跟中国舞者 进行更多的交流 最大的心愿 希望所有的舞者可以幸福 希望可以通过舞蹈的力量 为世界增添一抹笑容与活力 来 我们看下一个 Sniper 最好的朋友 Shadow Shadow 最好的朋友 Sniper 最大的心愿 明年继续和Sniper 回来这里 下一位 Fame Machine 最好的朋友 Yu Lai 周玉祥 浩东 加欣 最大的心愿 我想要在中国展开新生活 我喜欢中国文化 这是要定居中国的意思啊 最大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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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它们尽力 新年代 所以我认为 非常重要 尽力 треб to thank the captain thank you so much I would love to thank the rest of the dancers because you all done a great job and I think that's a beautiful end for me let's see what the future holds so thank you so much I think for all these experiences that I've done here during this competition with all the power that I brought I have really no regret 去带这儿去中国 我认为是一种最美丽的经历 我真的很期待 带来一个大历史来带来 来带来希望 因为中国是满足的舞蹈 我没有意识到 中国是满足的力量 我认为中国的文化 尤其是在Krump 我认为是美丽的 新的东西 和新的东西 其实 刚刚大家就这么开心吧 其实我是那个纽带 咱们就是说 编了就是说比较美好的两支舞蹈 为他们 对让他们比较就是默契 上升了一点吗 对不对 是 我觉得前面的作品都已经 编出了我想要表达的东西 所以我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 其实对于舞者这个身份的我来讲 其实已经很陌生了 自从我有了更多的身份 和更多的工作以后 身为舞者的那个我慢慢的就走远了 但是经历过这个比赛以后 我觉得 作为舞者的那个我 我联系上了他 所以我很开心 而且我觉得一直我都是作品 作品 最后有一个 作为一个收尾的一个句号 我觉得还挺好的 这个结构还蛮有层次的啊 这个结构 我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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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的结构 没有练习 但是 我以前的 中间 有很多 舞者 有很多 一番是堂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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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认为 那边的 所以我会想到 我会想到 下巴巴巴巴巴巴尔的 心得到 我好感谢 这次 我比较遗憾 我没有终结賽 然后因为我伤痛 还有身体状况的原因 就目前没有办法 再继续支撑我坚持下去 感谢四位队长 还有所有大师团的老师前辈们 一路以来对我的认可和支持 以及感谢所有热爱街舞的朋友们 谢谢 然后 谢谢 谢谢Yuki 哇 来到这里那么久 认识了那么多朋友 学习到了那么多 真的就是 这是第一次自己感觉到自己的成长 从最开始就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 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做 我就只知道跳我自己的东西 就跳就行了 然后到后来认识了很多朋友 包括组队 我们当时在红队的时候相处的时间也很长 他们其实给了我很多机会去让我编 让我给出自己的想法 这个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 然后再到后来自己组建团队嘛 我们要 吃了最开的鱼 我终于明白了 就是学会有担当 没事 我保护他 享受舞台 他们要为我干吗 恭喜 动作就 想了想虽有一悍吧 但是同时也有了更多进步的空间 所以我觉得 先沉淀吧 沉淀以后再学习新的东西 等我把伤养好了 这就是街舞第六期 等我 我一定会回来 谢谢第五季的每一位舞者 在这里留下的赤诚和热爱 最后有请我们的四位队长 为所有舞者送上祝福和期待 首先有请王游博队长 节目也快要录完了 我还有几句话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呢 如果你们想成为一个 很好的比赛的舞者的话 多练舞多比赛 第二 可能会因为一些光芒的笼罩 但是千万不要忘记初心 第三就是这是一个节目 是你们的一次历练 但你们的未来的路非常的长 你们是街舞的未来 未来可泣 加油 几个月下来呢 在大家的身上看到年轻的力量 年轻意味着就是冲劲 意味着更多的可能 那我希望你们呢 能把这个劲一直保留下去 作为你们成长的动力 作为你们成长的动力 化作你们在舞蹈这条路上前进的动力 我希望这次的经历 经验 是在你们舞者们的人生很长的这个路途上 埋了一个种子 这个种子等有一天会丰收 今年的主题是青春季 对于每一个舞者来说 特别是年轻的舞者来说 是很大的一次挑战 当然对我来说也是一样的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以队长的身份 站在这个地方 也算是我们一起 共同成长的一个过程 我希望大家可以带着这个初心 一直熬到底 把这个信念坚持下去 就可以一直 Battle for Hope 加油 时间很快 但是我觉得大家的进步 大家的所有的变化 都是可以在每一个阶段 每一个作品里面体现出来的 可能很多一开始只能跳作品的人 冒险去参加Battle 加油 可能之前是Battle的人 跳了很多的作品 可能很多人什么都会 然后但是在这里 又不断地挑战自己的上限 现在音乐是 黑 tas要 hip hop音乐 马笼姐选择是 hip hop